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我是恶意,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算有很多恶意。 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 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一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对啊。 这时候呢,会场有人开始起哄,不让他讲下去。 相持之下,梁树明不得不把话头转到主席台毛泽东身上,来争取发言权。 梁树明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 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 我也直言,想看看毛主席有无哑量。 什么哑量呢? 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 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哑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人物百家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第一大辱家梁树明的故事。 那毛怎么说的呢? 结果他没想到,毛泽东立声说道,你要的这个哑量,我大概不会有。 啊,一点都不掩盖了。 是,听到毛的回答以后,梁树明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哑量, 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哑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听他这么说,毛略显尴尬地说,有一个哑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梁树明怎么说呢? 梁树明回答,这一点无关重要。 那老毛是什么反应呢? 毛泽东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 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梁树明没有退让,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 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作为领导的党,因为领导党经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毛立刻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 对于你梁树明,我们选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 不是,是批评。 梁树明还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哑量。 这时现场的会议大乱,不少人在下面喊,梁树明胡说八道,梁树明滚下台来,停止他胡言乱语。 那些人肯定不干了,都把毛当皇帝了。 那是,当时呢,梁树明不断地争取着一个公平的对待,坚持不下主席台。 最后梁树明在一阵混乱的喧哗,吵闹声中,还是被轰了下来。 哎,梁树明这次为农民仗义直言,引发了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公开冲突,他也从毛昔日的做上宾,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他和毛彻底断交,开始过起了避门不出的生活。 当然了,梁树明这样的结果就是,1953年的那次会议最后出笼了一个决议,要求梁树明写检查。 那他写了吗? 据说是写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呢,这份检讨写了之后,却没有人要求看。 他们也觉得没意思了。 后来梁树明的儿子梁培宽也说,毛泽东1953年为什么会对梁树明大发雷霆,有两个原因。 一是毛一直希望梁树明参加政府工作,并用他在民主人士里面的影响发挥作用,帮助推行各项政策。 可是梁树明当时的想法是,看看再说,多次表现不积极,令毛非常失望。 二是,民主人士对中共的政策不是那么服气,毛认为有必要给予警示。 梁树明的发言正好提供了一个机会,尤其是毛梁关系众所周知。 毛认为,拿梁树明开刀可以产生杀鸡警猴的效果。 老毛不光心胸小,还这么阴险。 一点没错。 在接下来的1956年,对梁树明来说,无疑是转折的一年。 梁树明曾经说,我是既好动又能静的人。 一生之中,时而老壤奔走,时而退处静思。 动静相向,三三五四不止。 1956年,正好是他的另一个开端。 具体怎么回事? 是这样。 梁树明和毛泽东争吵之后呢,梁树明开始身居简出,很少开口。 1956年11月,在大明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树明应当出来说说话,吐吐气。 可是梁树明已经看透了共产党的把戏,没有兴趣站出来说话。 在外人看来,梁树明是沉住了气。 结果呢,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积极参与所谓名放的朋友,很多人都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梁树明却是因祸得福,没有被卷入这场劫难。 太幸运了。 是。 眼看着中共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拼命地折腾,梁树明变得更安静了。 乱世的纷扰似乎唤醒了梁树明修习佛法的记忆,他完全从过去的生活中脱离出来,重新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他开始有了习境的习惯,而且越来越密集。 什么叫习境啊? 习境在字典上的解释呢,是习养禁忌的心境,也是指过一种幽静的生活。 哦。 1966年,文革开始了。 8月24号,很多十几岁的红卫兵中学生敲开了梁树明的家门,他们翻箱倒柜,搜遍所有的角落。 除了几本毛泽东的书和马列经典著作之外,对梁家积藏的古籍、字画,以及东西文化论战时期的首闸,包括他的书籍等等,统统扔到院子里,点着了火,复制一句。 儿子梁培树回忆道,父亲打电话叫我回去,我回去一看,整个院子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踩,全是东西。 没有地方下脚,一下脚不是踩到一本书,就是踩到一个碗,整个家被彻底翻了个个。 当时红卫兵们围着火堆喊口号,梁树明没有吭声,在他看来,随顺因缘而无执着。 梁树明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 嗯,这是一种独特的应对方法。 但是,当红卫兵爆出两本大舖头的洋装书《瓷园》和《瓷海》时,梁树明出来阻止了。 他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要是烧了,我就无法误归原主了。 结果,红卫兵理都没理,还是把这两本书扔进了火海。 之后对梁树明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真是不可理喻。 梁树明对待红卫兵抄家的事,甚至对待被罚站,打扫街道,扫厕所之类的种种惩罚,都毫无怨气。 他显得极其服帖柔顺。 梁树明说,他不跟红卫兵硬碰硬,这就像一个拳头打在了棉花上。 看来梁树明真的当成修行过程了。 接下来每天白天,红卫兵拉着梁树明出去游街批斗,足足有二十多天。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处境下,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他凭着记忆每天以一千多字的速度写出了如佛一同论,东方学术盖棺,还完成了人心与人生。 他真有一颗坚韧的心。 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时,八十高龄的梁树明终于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 两天半的时间,他侃侃而谈,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他公开直言,林彪没有路线,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 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 这些话放在今天听起来稀松平常,可是在当时却是危言耸听,所以呢迅速招来了小会大会连续不断的残酷的批判。 不过呢梁树明是始终没有屈服,而且还留下了一句话,三军可以多帅,匹夫不可多治也。 真有古人士大夫的风骨。 那时候呢最残酷的事情就是梁树明的两个儿子也被迫和他划清了父子的界线。 梁树明后来写道,十月四日,元妻树儿送献库来,迟至晚间乃得其来信,括号给红卫兵的,说他的机关文化革命小组认为不适当,不能来。 太过分了。 梁树明的儿子梁培树说,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只有两种人,革命和反革命,一再说没有中间路线。 如果不划清界线就是反革命,但我们又不是。 所以,我们当时做的是,既划清界线,又不违背人情。 但是,因为你在划清界线,有些事情看起来就是违背人情。 比如,我不能像以前一样每个星期去看他,去了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一说说好几个小时。 后来我们采取的方式是,父亲可以来看孩子,带着小孩出去逛公园,以此消除他的烦闷。 哎,真是为难他们了。 是,1988年6月,95岁的梁树明因为身体不适入住医院。 23号上午,梁树明的心脏出现停跳现象,医生立即着手,紧急抢救。 当时,梁树明的头脑还很清醒,清清楚楚地对医生说,我需要安静,我要休息。 现在没有什么脚锁能困扰他。 生与死,在梁树明眼里,犹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 安淡平和的心境,伴随梁树明走完了一个世纪的人间苦旅。 6月23号上午11点半左右,梁树明先生,与世长辞。 有人说,梁树明他的一生就像一块拒绝融化的冰。 不过,有人纠正说,不是冰,他是那个时代的金刚石。 听众朋友,人物百家,中国第一大儒家,梁树明的故事,今天就全部讲完了。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期节目我们将开始为您讲述电影皇帝赵丹的故事,欢迎您到时收听。 好的,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